好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Limitout N屈近無窮大 把N用幾代無窮大帶進去行不行 現在這些無窮大帶進去會跑在海邊 跑在次數3面行不行 請後老師這時候怎麼算 我一再強調 再碰到無窮大題目怎麼說 你去看什麼看最大的 怎麼說老實舉個例好不好 比如說你看一下我先不要舉多 我就舉2和3來講 比如說 單次數都是一次的 2的一次次起2 3的一次次起3 N用2代2平方次起4 3平方次起9 N用3代2三番是8 3的三番次起27 N用4代2四次番是16 3的四次番次起811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次數越來越大 這兩個數字的差距有沒有越來越大 有 所以說當你次數用無窮大帶的時候 老師問你2的無窮大大不大 大 但是3的無窮大次是更大了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兩個比較而已耶 我是不是只要看大數就好了 可不可以可以後行不行 所以說隨著次數越來越大 這兩個數字之間差距會越來越大 所以說當你N用無窮大帶的時候 2的無窮大次番是很大沒錯 但是跟3的無窮大次番來比 它只剩下一點點對吧 所以說這裡怎麼算 老師我知道一樣去找最大的 行不行 告訴你最大是誰 3的N次番還是7的N次番 最大是誰 其實都不是 為什麼 其實像這種題目第一步就很重要 麻煩一定要先這樣 固定N次番 這樣行不行 比如說你看一下這裡怎麼做 麻煩你看一下 這些次數是段七八糟 所以說你要先固定怎樣 N次番 來 什麼叫3的2N加一次 告訴我3的平方是幾 9 所以說3的平方是幾 9 它這邊可以寫9的N次乘3 3的一次自己3 所以說這邊可以劃解成 9的N次乘3 3 加3 7的N次番乘3 7的一次自己7 變成7的N次番乘以7 再加上520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492 再加上7的N次番行不行 把這邊固定一下 把這邊劃解好不好 3的平方是幾 9 所以9的N次番行不行 乘3的負一次自己3分之1 所以說這邊可以劃解成 9的N次番乘3 3分之1 把大家次數固定成N次番 有看喔 之後再找最大的 對吧 誰比較大 9的N次番還是7的N次番比較大 9的N次番比較大 9的N次番比較大 所以說我只看最大的 剩下都不用理他了嘛 所以說我只要看最大 2的2的話 9的N次番 9的N次番可不可以約定 可以 把3分倒過來自己3 3 整天3次7 9次數位 所以說以後我自己再強調 碰到無窮大的節目 對哪 去找最大來看ный契約 可不可以喔 所以說你這第一步 一定要把它劃解成固定N次番 之後再直接找最大的 看他們的係數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各位可以好麻煩把這題看一下 ok